房契男子晚间离开租屋处 监视器拍下身影 他并没有异常 随后在车身外搭上了计程车 一路到新庄 但没多久 远在越南的妈妈接到了视讯电话 来台工作的儿子遭到限制行动 惊恐害怕跟妈妈说 赶紧汇款30万元新台币 扼煞才肯放过他 团男的妈妈跟未婚夫说 透过台湾亲友向南投警方报案 随后转由中和警方成立专业小组 钓鱼跨面 一路发现被害人搭车到新庄花城路的 一处名宅 蹲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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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蹲下啊 你知道我的名字 警方破门攻坚要营救被害人 奇怪了 光这上半身的团男 没被限制行动也毫发无伤 他这下坦诚 原来他是逃逸移工 缺钱花用 和同乡密谋骗妈妈的钱 来台工作没存下积蓄 花光钱又成为逃逸移工 没钱花动歪脑筋到妈妈的存款上 家属得知被害人平安无事松口气 但被自己儿子欺骗做妈的这下好生气 三线讯会从邵子养新北报道